就是说你看运动是道求都有的 人生佛教工作房多达14种课程可以选择 当中不仅有运动和童军教学 连时下流行的摄影教学都有 不仅让佛望人收获满满 更重要的是借由这次活动陪力人群 传承师父上人共生共能的伟大精神 我们是会站在旁边这样加油鼓励 我很少会上台这边会很活跃的 去做这些动作的 但是今天我既然接了这一个工作坊 我就会来这边也要跟大家动一动 七号国际佛光会举行人间佛教工作坊 透过选课方式选取自己想要的课程 除了环状运动之外 还有多项课程可以选择相当丰富 所以今天上这个课真的是很值得 所以上这个进入的课比喝茶还好 我们有时候需要怎样 给他心脏运动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传透 到了马祖园一行人正在举行三好童军的创意教学 透过童军团设计各种有趣的课程 中华南台佛光童军团委员李德平带领佛光人做童军操 现场气氛相当愉悦 非常高兴参加三好童军创意教学 三好童军教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趣 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精彩 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 也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来到云来集佛光人正专心聆听如何拍出好照片这堂课 由荣获三好为电影首长的纪录片导演林华文老师 分享过去拍摄纪录片的心情 课堂结束后全体佛光人起立鼓掌 现场十分庄严 今天这个讲座 我就是在那个领导演身上学了很多 如何拍摄纪录片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然后在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讲到建国市场的一个 他们领导演从进去那些当主不愿意拍摄到最后 就是不舍得让领导演一路给他们这些支持 记录让他们都很感动 这堂课来到手机影片快速上手 由中华民国为电影协会秘书长赖丽雪担任讲师 向学生们知道利用手机也能拍出好照片 台上风望人专心聆听 也有许多学生纷纷拿起手机研究摄影 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通过此次的课程 也了解到需要用哪些设备 拿自己所要呈现的一个主题 然后此次课程的内容虽然是很简短 但是内容是很丰富 佛光先生人间佛教工作坊以课程方式 让佛光人起居一堂 学习时下流行的运动和摄影 让国内外佛光人收获满满 发喜满意 最重要的是 透过人间佛教工作坊赔力 在生活小事的弘法 体现共生与共生精神 人间卫视王尚义杨家伟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 你 谢谢大家